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后的男人 一个群里面有两三百人多的 少的也有接近一百人 我感觉到就是像我女儿这样的孩子 可能就不止一个 虚拟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如何守护为成年人身心健康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手机背后的罪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先如今 回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人们之间的邂逅也变得非常简单了 不需要面对面的互相了解 也无所谓年纪身份性别 仅靠手中的小小的屏幕 就能让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无碍 然而就是这样便捷的沟通方式 却给了一些不法分子留下空隙了 而这天 广西壮都自治区的一名父亲 来到派出所报案 他说他要举报一个QQ群 在这个群里头 自己十岁的女儿 被似无为谋面的成年男子 给侵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名报案的父亲自称姓陈 陈先生43岁 是广西一家文化公司的负责人 有一个十岁的女儿 叫小倩 这次她来报案 主要就是为了小倩 事情得从不久前说起 有一天 陈先生的父亲突然告诉他 说小倩最近有点不太对劲 我父亲就说 他还是睡眠不足 晚上的时候就偷偷在被子里面玩手机 据陈先生的父亲说 孩子晚上玩手机 白天打哈欠 学习成绩出现下滑了 那手机里头究竟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女儿呢 游戏 动漫 都不是 趁女儿睡着的时候 王先生打开了手机 竟然在手机里头发现了一个QQ群 这个群里头大约有两三百人 成员呢 既有年幼的孩子 还有很多成年的大人 乍看起来嘛 群里的这个聊天气氛非常活跃 可是成年人跟孩子之间能聊什么呢 仔细查看了聊天记录过后 陈先生大惊失色 这些成年人呢 居然在用各种方式诱导孩子 导向三个结果 要不然呢就是叫孩子拍一些 这个裸露的照片给他 并且部分男孩女孩都有人需要 第二个呢是谋求这个线下的见面 第三个呢就是告诉孩子们 家里面不开心了 你就将来你就可以来找哥哥 这些要求显然是心怀叵测 指向了一些十分危险的可能 更让陈先生揪心的是女儿的遭遇 女儿竟然真的听信了那些人的怂恿 刚进群三天就被一个成年男子 又骗了 护家QQ之后 私聊给他发了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 自己的女儿才十岁 竟然就被网上结识的成年男子 这样肆意欺骗玩弄 陈先生是又惊又怒 而他更担心的是 女儿的隐私照片 还很有可能被那个男子传播 或者是贩卖出去 他必须要想办法读止这件事 所以冷静下来之后 陈先生并没有对女儿发作 而是以未成年人的身份 注册了一个账号 悄悄的对这名男子展开了调查 跟小倩聊天的这名男子 网名叫城南花开 他自称22岁 说家在江苏 就问了他一些情况 但是问他地址 他在哪的时候 他就表现得非常警惕了 到了这一步 陈先生的调查就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他只能选择报警 听说了陈先生提供的情况 警察也十分震惊 事关一个十岁女孩的隐私 警方赶紧就对这个事立案 并且开始调查了 他们通过技术手段 很快就锁定了这名男子的位置 他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 一家电子科技公司 最后警方赶到了那里 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公寓里面 很普通一个人 他很配合 他是免不说真假 令警方意外的是 城南花开是个年轻的小伙 身材高瘦 长相斯文 一点也不像会犯案的样子 城南花开告诉警方 他的真名叫李飞 河南人真是年龄19岁 还没有交到女朋友 他也是出于好奇和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才加了小倩为好友 那小倩的照片在哪呢 李飞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也觉得自个的行为似乎不妥 所以收到照片之后就删掉了 并没有对外传播 至此警方和小倩的父亲才放下心来 事情虽然暂时得到解决 但是怎么对事件定性 这才是公检法机关所要面对的问题 比如这个李飞 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是这样的 他虽然知道小倩只是个孩子 但是因为隔着网络 他就觉得有一些非分的举动 那也没什么关系 他当时是很茫然的 以前自己觉得只要是不偷不抢 就不会涉及到违法犯罪 其实不仅仅嫌疑人李飞 就连公安机关一开始都在思考 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当时对这个案件 我们也不是把握得很准 因为也比较新隐 我们没接触过 嫌疑人跟受害者是没见过面的 在网上聊天的 而且对方也没有说真实名字在哪里 我们都是不知道 当时没有接触似的 这个算不算违法犯罪 李飞到底有没有触犯法律 为了明确案件的性质 公安机关跟检察院的同志 就一起讨论了案情 检察院的同志在翻阅了案卷之后表示 虽然李飞和小倩没有实质性接触 也没有威胁恐吓 但是他依然涉嫌违法 最高检发布了这个第十一批指导案例 对于这类型的犯罪 已经很明确的表明了 这就是一种强制猥蜻的一种犯罪 最终李飞呢 以涉嫌猥蜻儿童队被正式逮捕 案件被移送起送到法院 至此呢 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这起发生在网络生活中的新型案件 有诸多细节 十分值得思考和警示 小倩才十岁 她为什么能够没有限制的拥有手机呢 而且仅仅聊了三天 她就给人发隐私照片 这在我们成年人看来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是怎么进入这个聊天群的 对于犯罪前任的要求 难道她就没有一点怀疑和抵触吗 探明背后的原因恐怕更加重要 陈先生说几年前她离了婚 再加上平时工作比较繁忙 经常在外地 于是呢 她就把十多岁的女儿小倩呢 交给了自己的父亲 带为照顾 而这部手机呢 是女儿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作为学习进步的奖励 陈先生给买的 才十岁的孩子 奖励什么不好 非得奖励手机呀 这父亲也真是心太大了 可想而知 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 小倩拿到手机之后 仿佛就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年幼的她毫无防备 开始了自己的冒险 据小倩说呀 她偶然间发现了这个QQ动态里头啊 有一个扩裂功能 点开之后 系统呢 就给她随机匹配了一个男朋友 就是这个城南花开 她就说 当时是 他们是刚开始是纯聊天 后面那个男的就提出要 落聊 对一个女孩来说 这样的要求简直是匪夷所思 但是小倩呢 却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又是为什么呢 陈先生案发之后发现 小倩日常呢 有看漫画书的爱好 在漫画书里头 她发现了不少 涉黄 涉血腥暴力的内容 而更让她紧张的是 女儿已经被这样的内容 深深的影响 为了像漫画里的人物一样 体验恋爱的感觉 她甚至在网络上 谎称自个儿 12岁 读出二 因为在她所接触的一些动漫里面 有这种导向 包括同学和社会上的一些 大哥哥们的一些恋爱 都是很正常的描写 她觉得这种没啥 为什么会觉得没什么呢 小倩表示 这样的漫画书籍 在学校周边 在同学之间都有传播 大家都在看 但是偏偏缺少了一环 那就是家庭和学校的关注和介入 这些私下传播的书籍 影响着孩子的观念 当小倩遇到城南花开之后 她觉得城南花开送自个儿东西 对自个儿好 它们是情感和物质的交换关系 她觉得就是一个交换嘛 你给一些那个我喜欢的一些周边 东南周边给我 我就交换嘛 我说那你觉得那男的对你好吗 她说感觉他挺好的 我就问他怎么表现他很好 她说他就给了他钱 所以即使对方的要求步步升级 小倩也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这个城南花开的恶毒用心 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 她有始至终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对自己的伤害 甚至只是把她作为一次满足好奇心的经历 如果不是被父亲带到派出所 她根本不愿意对这件事情报案 我就感觉这女孩子自我的防范意思很低 缺乏认识不懂防范 这就更谈不上自我保护了 把这样的孩子推进网络生活 让他们毫无防备的面对良有不齐的网络内容 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的失职 意识到这点之后 陈先生也十分的后悔 案件结束之后 他跟女儿常谈了一次 并且开始严格管控女儿的手机 并且利用鼠甲 把女儿带在身边 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在父亲的陪伴之下 小倩慢慢的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对于小倩来说 父亲的及时发现 让这件事情止于网络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可是当这样的事件发展到线下 发生在孩子周遭的生活当中 那伤害就在所难免了 在广西柳城县 有一名跟小倩有着类似经历的孩子 她就没那么幸运了 刚才我们说到广西柳城县 有一名跟小倩有着类似经历的孩子 不过她就远远的没有小倩那么幸运了 那么在这个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天 广西柳城县大普派出所的一位民警 在执勤的时候 看到有一名背着书包的小女孩 在警务站门口徘徊 看到女孩欲言又止 警察就主动跟她攀谈起来了 这女孩告诉警察 说自个儿叫小玲 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碰到了一些难事 想上警察求助 她讲得也比较隐隐乌乌的 讲得又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我们重庆多年 就感觉这个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的呢 警察索性找到了孩子的班主任 让老师陪同孩子一起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 女孩就详细讲起了自己碰到的事情 她就是说被人家恐吓了 叫她拍罗照 要不拍的话就要打了 这是什么情况 小玲说恐吓她的这个人 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大约十年前 她和两个女同学 在文化广场玩的时候 遇见了她 就看到这个男青年 在那里遛狗 他们几个女孩就比较喜欢狗 就过去跟她聊了几下 由于跟小狗玩得非常愉快 小玲对男子也有了些许好感 而男子也趁机主动 加了几个女孩的微信号 表示以后可以经常带狗 跟他们玩 这名男子说 自个儿叫李乐 在广场边上开了一所小宾馆 此后 他不但邀请女孩们去家里玩 更是要认小玲为干妹妹 还大方的同意女孩们 把他的狗带出去玩 可是就是与狗玩耍的过程当中 意外出现了 他吃了一些那种奶茶之类的 那狗就吐了 对于让狗狗发生了小意外 这几个女孩都非常欠疚 就主动提出可以赔偿 李乐先是顾多大度的说不用了 但在后来的几次聊天当中 他却提出了一个 让女孩们极为反感的要求 面对李乐的这个诡异要求 几名女孩反应不一 有两名女孩骂了她 还从微信里头把李乐删了 不得不说 这两名女孩子做得很好 可是小玲就没这么做 她依旧和李乐保持着联系 其中的原因我们稍后再说 但是李乐联系小玲的时候 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她就要求人家小女孩 见面 就是你出来跟我当面道歉 我才能介绍你 就是这意思 小玲对李乐言听计从 约了个女同学 就一起来到她家的宾馆 主动为伤害小鬼道了歉 但是李乐却说道歉不诚恳 女同学当时就生气的离开了 可是小玲还在犹豫 这就让李乐越发的变本加厉了 总是抓住她 想要我原谅你 那你还是要把你这种 什么穿过的衣服 什么什么还是要给我 小伙伴们都看出李乐不是好人了 可是为什么偏偏只有小玲 被她给缠上了呢 李乐也正是拿住了小玲 性格软弱的特点 对她变本加厉的纠缠 甚至还开始威胁她 她就说我知道你是住哪里的 你不发给我 你不拉给我 我就追你学校半路上去找你 面对李乐的恐吓 小玲虽然不敢把这个事告诉给姑姑 但是她也留了个心 也把李乐的通话进行了录音 想保留证据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李乐的这个话术 从录音里头呢我们可以听出 李乐明显是在夸大其词 他一方面用小狗的意外 触发小玲的这个愧疚心理 另外一方面又恐吓小玲说 自个儿杀过人 犯过罪 在社会上一呼百应 李乐对小玲是威吓不断 可是小玲呢 却始终表现得战战兢兢 这就让李乐又萌生出了 更加过分的想法和要求 在骚扰了数天之后 小玲呢终于屈服了 凌晨五点多的时候 她无奈拍下了自己的身体和内衣的照片 一共五张发给了李乐 发了照片之后 她自己也感觉了可能也有一点那种羞耻之心嘛 然后就自己也把这个发出去的人 跟她的聊天记录基本上都删了 聊天记录虽然被删了 可是发出去的照片却不能收回 这让小玲既是害怕又是羞愧 不知道如何是好 突然间呢她想起了老师说过 有困难找警察 于是呢就在上学途中来到了警务站 看到警察呢她还在犹豫 好在警察看出了她有心事 主动了解到了内情 李乐这种社会抓捕 警方当然不会放过 然而找到李乐之后呢 警察发现这个人呢 他们之前就曾经抓捕过 吸毒跟盗窃 打过交道 这个人他吸完病毒之后 那个思想比较脑乱 说都比较混乱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警察表示李乐的真名呢 叫小秦 今年28岁 在2016年就曾经因为犯盗窃罪 被判刑8个月 2019年11月 柳城县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 删理了这个案子 公诉人认为小秦的行为 构成猥亵儿童罪 猥亵儿童且刑满释放 这个5年内再次犯罪 这就属于累犯 应该加重处罚 法庭当庭做出了判决 罪犯猥亵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罪犯扶法之后 更重要的是 消减对孩子的影响 检察官呢 也联系了心理辅导老师 通过监护人来帮助小林 他是有过一段时间 受过影响比较低沉 像心理疏导 他姑妈还是很愿意 后面的话 他说小孩子 慢慢忘了这件事了 看着小林恢复了童真 大人们也松了口气 但是今天这两起案件 两次侵害 也暴露出了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方面 随着技术的普及 孩子们使用网络的门槛 越来越低 由于手机呈现出 移动化 隐蔽化的特点 类似的伤害事件 就更加隐蔽了 难以被成年人发现 另外一方面 即使他们的 不当网络社交被发现了 成年人该如何 和跟孩子有效的沟通 方式方法也很难把握 该怎么办呢 专家认为 首先还是要住好家庭 这道防火墙 家长其实可以买一些书籍 就是那些很正规的 性知识 性教育的 包括说 女孩子青春期 就要告诉他们 人怎么会怀孕呢 要怎么来保护自己 一代父母发现孩子 浏览网络上 不合适宜的内容 又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不要轻易地 给孩子下一个定义 提个标签 说他这是看的是黄色 很下流 儿童的成长 包括青少年 他在每个年龄阶段 他都有信心里的发育 人家说 我好像发现你长大了 妈妈也不知道 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以及怎么谈的方式 你会更喜欢 就坦诚 说实在是 妈妈其实也有点尴尬的 如果家长 就觉得谈性有问题 很羞耻的 不好意思的 其实孩子 他才不愿意去谈 如果爸妈妈 就是一个相对来讲 很理性 很开明 能去讨论的 其实孩子 其实他也会愿意去的 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如何避免孩子们 遭受到来自网络的 不良侵害 很多家长却明显还准备不足 这个全新的课题 不仅需要对孩子进行 生理心理全方位的教育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